1.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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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1月30日 出生于江西省宜春市同古县 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 戏2002级本科 罗进气质温和内联 特别适合古装扮想 除了演戏之外 罗进唱歌还很好听 他的嗓音颇具爆发力 将歌曲演绎得动人 而又深情六 刘涛 1978年7月12日 出生于江西南昌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歌手 从尼皇郡主 米苏到安迪 刘涛祖道的角色 得到了业美和观众的认可 其时尚资源与商业代言 也是不断增强 他曾在同一个月 登上六本时尚大刊的封面 同时也是各大时装周 以及品牌活动 座上编写 玉恩泰 1977年11月3日 出生于江西南昌 中国大陆影视演员 主持人 玉恩泰 以在戏剧表演上 超强的掌控力 在业界享有盛誉 这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 导演艺术研究的双学位博士 通过多年研修的 扎实的戏剧理论 形成其独特的表演风格 玉恩泰给人一副低调平和 儒雅内秀的作派 8.杨玉莹 1971年5月11日 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市港镇 中国女歌手 主持人 音乐制作人 华语乐坛 田阁天后 玉女代表人物 是个言语不多的歌手 外表清纯 声音甜美 她招拍式的笑容 确实够甜够纯 即使身陷争一种 依然纯美酒 黄磊 1971年12月6日 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中国大陆男演员 导演 编剧 监制 制片人 歌手 教室 作家 黄磊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 请助好男人 多才多艺 且出艺惊人 妖玲 杨飞扬 原名杨扬 1989年6月8日 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 张贡区 中国内地女歌手 演员 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 本科班 杨飞扬被称作为 国民美女 她在台上台下 都是以温婉可人的形象诗人 而她在快乐女生小考中 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 变身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舞女 气质到位的肢体语言 演绎了华灯起乐声响歌舞生平的夜上海风情 加上温柔性感的声音 杨飞扬把大上海舞女的娇媚 展现的淋漓尽致